讲到F-14 你可能会想到捍卫战士 的确当时Tom Cruise跟这个战绩真的帅翻天了 但你来看到其实现在F-14在全世界已经比较少 几乎快没了 只有上伊朗在用 这一次是F-14吊挂的飞弹 从航空母舰当中起飞 应该是有特别任务吧 这一次我们大家一讲到捍卫战士 脑袋里面一定想起一段旋律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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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那当然了 Danger Zone这首歌跟捍卫战士几乎可以说 让大家对于捍卫战士这部电影 就有了一个非常既定的印象 就是一架F-14非常帅的战斗机 然后Tom Cruise当时其实还非常深色跟年轻 然后架了这个战机 然后保卫了美国海军航空母舰 然后集落了多架米格28 三十几年前了吧 三十多年前了 你看那时候阿汤哥还是小鲜肉 那个时候当然这部电影 打红了当时美国海军的舰载机 这个F-14这个飞机 其实说真的 这不是F-14第一次在电影里面展露头角 第一次F-14在电影里面 单纲具有展露头角 而且它那次那部电影也极落了敌机 在一部叫Final Countdown这个电影里面 当时美军的F-14战机 在空战的中间 还极落了模拟日本零世纪的飞机 因为那是叙述 航空母舰经由时光隧道 跑到过去的这个电影 那个偷袭真正党的时候 穿越梗啊 对穿越电影 当然了 但是那部电影远不及F-14 跟捍卫战士这部电影 所带来的效果 在F-14这部电影里面 其实它当时呢 得到美国海军的兵器学校 全力支援 兵器学校在哪里呢 兵器学校那个时候 在美国的Mirama海军航空站 Mirama海军航空站在哪里 在San Diego的更南边 几乎已经到了美国 跟墨西哥的这个边境上 当时呢 整个故事的这个重点 就是叙述 Tom Cruise在一次任务中 跟米格28 打了招聘以后 那个时候呢 送去命锐马海军航空站 的这个海军兵器学校 接受Tom Gun这个训练 然后那个产生了 一连串的这个故事 这部电影后面 当然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就是Tom Cruise 又架着这架 非常帅的F-14战机 升空 然后击落多架 米格28战机以后呢 最后回到航空母舰上 那当然这个电影 当时就会太成功了 其实当时这个电影 等于说是电影公司 跟美国海军合作 希望能够为美国海军 来创造这个 入伍的一个热潮 直入行销的这个电影 其实的确是 因为当以美国来讲 美国其实现在 两个很大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军校 一个是Annapolis 就美国海军官校 另外一个美国空军官校 这两个学校 其实呢 就生产了相当多的 美国海军的 这个海空军的主力 这个军官为主 那时候电视 也有报道 就说当这部电影 播出以后呢 哇 这个各地的征兵战 这个大排场 都想当兵了 其实呢 你要能够成为 海军的飞行员 当然首先你呢 一定要能够去经过 美国海军官校的 这个学程 如果你不是美国 海军官校学程的话 至少你要ROTC 也是预备军官团的 具有军官 那个资历的 才能够担任 这样一个工作 那当然了 F-14可以说是 上个世纪末期的一个 战机中的一个 经典中的经典 那么大的一个飞机 它当时最主要是 为了美国海军的 舰队防空所开发的一个飞机 那主要是要做来 拦截前苏联的 大批的那种 包括像那个TU-22 TU-22M 这种带着大型 超音速反舰飞弹 的这种苏联的轰炸机 但是后来呢 它并没有真正的 在任何的冲突中 击落过苏联的战斗机 完全没有 反而呢 击落了五架 都是被神化的 最多的就是利比亚的战斗机 利比亚的飞机 它就击落我记得 好像三架左右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F-14这个战机 可变异的一个造型 也就是说 它从航空机上起飞的时候 它飞机是伸展到最大 成为一个平直翼 然后但是呢 等到它升空以后 它飞机可以后列成 一个三角形 而且呢 它在几个特定的角度下 拍起照来非常漂亮 所以F-14成为美国海军 非常非常有名的战机 那当然Tom Cruise 这次第一部 那个捍卫战士结束以后呢 要那个再续前缘 来拍捍卫战士第二部 当然捍卫战士第二部的话 当然就不是跟原来的 那个女主角了 原来女主角现在已经 年纪蛮大 为什么这次大家 会那个又引起这个新闻话题 首先是大家发现 圣地牙哥港里面的一艘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 居然又有了F-14 F-14最后一次 出现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是2006年的7月 其实呢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刚好也是美国海军的 F-14战机 最后一次执行 作战任务的航空母舰 也是F-14战机 基本上来讲 就是在罗斯福号上面终结 它在美国海军的服役岁月 所以这一次F-14 又上罗斯福号 大家就吓一跳 不会吧 美国海军是不是又要把 F-14拿出来用了 拍电影 并不是 这是真是纯粹拍电影 而且呢 这架飞机 还是从博物馆里面拖来 用平板车拖来 然后拖到码头边 然后再用起重机 掉上去 它可能要在航空机上 拍一些实景的画面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其实F-14这个飞机 在美国里面 我们讲到 它可以说是美军 它在F-14 F-15 F-16这一代飞机里面 它除以后 几乎可以说除得非常干干净净的 一个飞机 都没有剩下的 几乎都没有剩下 剩下飞机的数量不多 那可能已经是各大博物馆 都已经预定好了 所以这个飞机摆到博物馆里面 但是你说博物馆 不可能容纳 所有的退役飞机 那剩下退役飞机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 在国务院的监督下 开来怪手 变成废铁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就刚刚文雕你所说的 这个世界上 目前只剩下伊朗还在用 伊朗跟美国是死对头 而且因为我们知道 从伊朗回教革命以后 美国就对伊朗 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武器禁运 所以美国就担心 F-14万一除以 机上的零件 被有心人窃取 然后转卖给伊朗 这个时候不就违反了 美国的基本政策吗 所以就在国务院的监管之下 把F-14所有的零件 统统销毁 所以这一次 F-14重新到航空母舰 当然他在航空母舰上 就会拍一些 在航空母舰上的作业镜头 当然了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Hun Cruz在整个电影里面 其实他不仅仅 只有在驾驶战机的影片 也有目击者看到 他们居然在场景中 在大风雪中 Tom Cruz在表演逃跑 为什么呢 而且他逃跑的过程中 后面还有类似苏联式的 那种时代的战车 在后面追着他 就代表 这电影的情节中 可能Tom Cruz有在敌后 遭到击落 而且要进行大逃亡 这样的桥段 被俘虏几乎了 要避免被俘虏 当然这次整个电影里面 也说F-14为什么还会再出现 因为他们其实也在 包括像基地的基库堡里面 拍到F-14 在进行一些拍摄作业 而且还看到Tom Cruz 就在旁边走来走去 爬来爬 爬上爬下 所以就确定 他几乎应该F-14 还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 会出现的 那当然 美国海军也非常的 做足了准备 为了这次Tom Cruz 演换卫战士第二集 因为有了上次的这个经验 Tom Cruz的那个 换卫战士第一集播出以后 哇塞 美国海军这个征兵爆满 而且空军还作收渔翁之力 为什么 因为大家以为飞机一定会飞的 搞飞的一定是空军 对不起 他们是海军 Lay are the Navy 结果这次 美国海军特地为了Tom Cruz 特别准备一架飞机 一架EF-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 那个这架超级大黄蜂战机 其实已经不止出现一次了 当第一次 那个开拍的时候 那个剧组 透露了一张剧照 就是Tom Cruz 拿着这个飞行头盔 很帅的一个背影 然后前面呢 就是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机 然后现在呢 我们又看到 那个Tom Cruz 这次他所驾驶的 那个F-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里面 还特别好 有一架飞机 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涂装 而且呢 那个飞机旁边 关于这个驾驶员的 上级保管人 上面就喷着Maverick 也就是那个Tom Cruz的这个名字 要不 Tom Cruz在剧中扮演的人的名字 在上面 所以呢 可以看到 这次啊 美国他的确会有一架 非常漂亮的飞机 专门为Tom Cruz 然后喷涂的 而且这一次其实呢 跟他搭配了一个 年轻的飞官 也是个明星 演的是 演的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在Tom Cruz 捍卫战士第一集里面 他们在弹射的时候 就是从那个飞机 在进入那个水平螺旋 他们在弹射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他后座的那个栏管官 呆头额 弹出去的时候 不是撞到仓罩 死掉了吗 这次 他的儿子 然后那个克齐副业 来担任Tom Cruz 后面的雷达栏管官 所以这可以看到 那个父亲 跟那个好朋友的 那个儿子 然后一同驾机 捍卫美国的利益